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会让我们的工作人员在大家领取我们的餐会证明的时候再检查一下是不是已经签好了 那么第二个事呢是关于今天晚上的就餐安排 今天晚上我们就餐的地址大家在我们的日程上可以看得到 那个地方离咱们的会场步行大概差不多是15分钟 大家可以在七点钟自己抵达就餐地点 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步行过去 我们会在六点半在学校的这个就是内庭 就这个院里咱们照相那个位置等待 然后我们六点半准时出发 那么我们走过去 大家请不要忘记带那个昨天发的手环 那个手环里边所包含的是一个主菜和一个饮料 多余一个饮料的部分需要得要大家自己支付 所以呢这个如果你忘带了的话 可能您就需要自己付钱了 所以大家还是把那个手环带好 我们呢是给大家预定了一个厅 这个厅能承能承纳一百位就餐的人员 我们现在呢这个报名正好也就是一百位 所以呢 大家如果有朋友想去那边就餐的话 估计可能就坐不到一起 所以最好是就是预会者自己过去 如果有其他的需要的话 我们可以当时在看 到时候在看怎么来解决 这是我们就餐的一个安排 那么因为大家可能还没有完全抵达会场 所以你们互相认识的老师 可以再互相转告通知一下我们的就餐安排 好那我们就开始我们下午的板块 今天下午我们的主旨演讲 报告人是崔永华教授 那么首先由我来对崔教授进行一个介绍 那么大家可能对崔教授都比较熟悉 他也是国内对外汉语教育学界的一个老前辈了 我们基本上都是看着崔老师的书学过来的 然后非常受启发 那么崔老师呢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 那么毕业以后呢在北京语言大学 从事汉语教学和研究工作 现在是北京语言大学的教授 那么除了在北语以外 他还曾经在美国的欧柏林学院 美国的明德属校 德国的戈廷根大学 和英国的谢菲尔德大学任教 崔教授的主要研究领域呢 是语言教学理论 汉语语法和中文信息处理 那么崔教授写的 有关对外汉语课堂 教学课堂教学技巧 这样一本书是跟杨继周老师一起写的 那么这个是我们翻了好多遍都快翻烂的一本书 这也非常受启发 另外还有对外汉语教学设计 这也是在行内非常有名的一部著作 那么今天下午呢 崔老师带来的主旨演讲的题目是 汉语教学设计 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的视角 那我们现在就欢迎崔老师做报告 各位老师 下午好 首先呢 我非常感谢我们德语区教教师学会 盛情邀请我到这来 给我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学习的机会 见到了很多老朋友 也认识了一些新朋友 因为时间比较紧迫 我也不说太多的客气话 那么我今天 想跟大家讨论的是汉语教学设计 就是从跨文化教学的角度来看 那么我们汉语教学 应该 做一些 我觉得是要 是要做一些改进 首先呢 一个引言呢 是我觉得我们 这次会议 把跨文化交际 作为一个 主旨 作为一个主题 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因为跨文化交际 是汉语 作为第二语教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但是呢 但是呢 我们汉语教学 包括国内的汉语教学 和海外的汉语教学 在这方面呢 我觉得是研究的很不够 跟国际第二语言教学 在这方面的研究上 我想有很大的差距 所以呢 我相信我们这次会议 对今后 我们汉语教学的教学目标 教学内容的发展 应该有一定的启发 或者希望有比较大的启发 那这里呢 我的题目里 有两个关键词 一个是跨文化交际能力 那么我这里 我说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呢 是与不同文化背景的人 有效恰当的交往的能力 另外呢 我这里讲到一个教学设计 那么教学设计呢 是教育学的一个分支 那么它呢 是把新的理论 特别是新的语言教学理论 新的心理学理论 和科学技术 还有些研究成果 运用到教学实践中去 我想我这题目里 有两个关键词 那么我再这里解释一下 所以呢 我们今天下面要讨论的问题 是怎么把 跨文化交际能力 研究的成果 或者跨文化交际能力的理论思想 把它落实到汉语教学中去 想从汉语教学 汉语教师的角度 来看看 怎么进行汉语 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 我这里三处 我都强调的是汉语 汉语跟其他语言 教学确实还有一些不同的地方 我这里列了五个题目 但实际上我大概 我想只能讲到前三个 后面我会简单过一下 第一个是汉语教学的 两种跨文化教学观 第二个问题是 培养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必然性 第三个是汉语跨文化交际能力 教学设计的要点 后面两个 实际上 一个是说汉语跨文化交际能力大纲设计 就是汉语跨文化交际能力 我们教给学生一些什么 那么第二个呢 再下面一个是 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的途径 那么我们怎么培养学生 获得跨文化交际能力 昨天呢 巴仁教授给了一张图 巴仁教授给了一张图 还有祖老师 祖小梅老师给了一张图 那么我这又是一张图 其实同一张图 大家看到是三个不同的样子 三个不同的形式 那么我对这张图的理解 是跨文化交际能力 是语言教学的目标 那么跨文化交际能力 包括四种能力 语言学能力 社会语言学能力 和话语能力 然后呢 还有一个最大的圆圈里面的 是跨文化能力 那么跨文化能力呢 又包括五个方面 我就不细说了 这个呢 是另外一张图 跟那张图不一样 这个呢 是中国国家汉办 有一个叫国际汉语通用教学大纲 这个大家可能都比较熟悉 在这里边呢 他给了一个 他叫国际汉语教学课程目标结构关系图 就是他怎么认识 这个汉语教学的目标 那么他认为 汉语教学的总体目标 是培养综合语言运用能力 那么综合语言运用能力 由四个方面组成 一个呢 是语言技能 一个是语言知识 一个是态度与策略 还有一个呢 是文化意识 那么大家注意 我画宏告的地方 如果我们比较一下这两张图 我们可以看到有什么不同 那么我想第一个不同 是教学总体目标的不同 就是说 这个在巴仁教授看来 那么 语言教学的总体目标 是培养跨文化交际能力 那么在汉班的大纲里 那么他的培养目标呢 是培养语言综合运用能力 这是第一个不同 那么第二个不同呢 大家看那些短 对 大家看那些短 这个Interculture 在Beram这张图里面 那么它是放在最上第一层的位置 和第二层的位置 但是在汉班的大纲里面 我们看到只有一个地方出现了 我这个图有跨文化意识 在这儿有一个 跨文化 跨文化意识 只出现了一次 那么出现的层次非常低 它是第三个层次的教学目标 我想这两个图的 这是第二个差别 第三个差别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看这个 在Beram这个圆圈的这个图里面 Interculture 那么它讲的呢 一个是它的Ability 对不起 Skill 两个地方讲到Skill 还有一个呢 还有一个是 它是讲开放和好奇的态度 它讲的是这个技能和态度 但是我们看汉班大纲里呢 它只提到一个词 就是矿文化意识 那么这是这个第三个不同点 就是说在Beram教授这个图里面 那么跨文化交际 跨文化是作为一种技能 作为一种能力 作为一种行为出现的 但是在汉班大纲里呢 还只是作为一种意识 就是你要一种认知来实现 那么这个也是一个比较大的差别 所以这两张图呢 我们可以看出来 存在这三个方面的差别 那么这三个方面的差别 就是我说的 这两种跨文化教学观 那么在两种跨文化教学观 其实我这 那我们看到呢 这个北京大学高一鸿教授 曾经说过一句话 说过一段话 他说在过去几十年的英语教学中 教学目标已经从语言能力 扩展到交际能力 又扩展到跨文化交际能力 就是说语言教学目标 经历了三个发展的阶段 那第一个阶段是培养语言能力 第二个阶段呢 是培养交际能力 现在是第三个阶段 叫培养跨文化交际能力 那么刚才我们做了两个比较之后 然后我们再看一看 如果高一鸿教授说的这个话是对的话 那我们看到汉语教学 和国际第二语言教学 或者说汉语教学和欧洲的 其他语言的教学 之间存在一个差距 那么差距一个是在汉语教学 在目标定位上似乎还没有达到第二个阶段 我们说有 没有达到第三个阶段 我们说有三个阶段 培养语言能力 培养交际能力 还有培养跨文化交际能力 那么汉语教学好像还是在第一个阶段 强调的还是第一个阶段 另外从我们出版的大多数教材来看 那么汉语教学呢 总体上实际上我觉得是处于第二个阶段 就是培养交际能力的这个阶段 对于跨文化交际的理解 基本上还停留在意识 知识意识的层面 缺少跨文化交际能力 行为和技能的学习的训练 那么第三个方面呢 就是理论研究也非常不足 因为国外呢 现在国外和中国国内的英语教学 对于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 现在有很多讨论 但是在汉语教学界 这方面的讨论很少 也就是祖小梅教 在国内 祖小梅教授 还有大概一两位教授 常常讨论这个问题 对于整个 对外汉语教学界 在这方面呢 声音很微弱 其实呢 在中国国内 关于培养跨文化交际能力 这种认识 很早曾经有过 我们看到 这个张湛一教授和 毕吉万教授 在1991年 现在 有多少年 二十年 之前 那么他们就讲 外语教学的目的 是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 要认清 交际与文化的关系 外语教学中的文化教学 应当与语言教学同步 就是文化教学 应该跟语音教学 语法教学 词汇教学 或者汉字教学一样 那么是其中的一个内容 这是他们当时的看法 那么现在来看 他们这个看法 还是很有前瞻性的 还是这个 跟现在的潮流是符合的 那么在2005年的时候 毕吉万 毕吉万教授 那么他又强调 第二语言教学的主要任务 是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 那么祖晓梅教授他出的书里面呢 这个也是讲的 也是讲 就是第二语言教学的教学目标 是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 那么我是说 前边我说我们这方面做的不够 但是呢我们做过 从前做过 现在呢也有人在坚持 那么为 为什么 我们现在要强调培养跨文化交际能力 因为 现在 你 再不做这件事情不行了 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 第一呢是 社会发展的现实 需要我们培养 跨文化交际能力 还有呢 语言运用的现实也是这样 另外呢 从语言教学的发展趋势来看 那么现在 也是应该把 语言教学的目标 定为跨文化交际能力 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 这是 肯德基 肯德基 我想德国的肯德基 跟中国的肯德基 肯定不一样 我们看中国的肯德基上有什么 有油条 还有皮蛋瘦肉粥 好像有人调查过是 美国人 可能欧洲人 最不喜欢的中国食物是皮蛋 松花蛋 但是在中国 在中国 我们这个肯德基里边 有皮蛋瘦肉粥 有油条 再看 这个是在印度的麦当劳 印度的麦当劳呢 他们的调料里面 要有咖喱 再看 这个也是印度的麦当劳 印度的麦当劳 咱们的麦当劳里 一定是牛肉啊 或者是什么 鸡啊 它呢 它是用素馅的麦当劳 它是用土豆和豌豆 混合作的饼 夹在面包里边啊 作为这个 素食的汉堡 在南非呢 他们 他们做的这个薯条 要割辣椒 要割南非辣椒 还有一张图啊 这是这个 现在中美贸易 现在发生一些问题啊 这是在 2019年3月9号 在中美磋商的时候 中间休息的时候呢 刘鹤吃的是牛肉汉堡 这个莱特希泽吃的是茄子鸡丁 那当然我给这几张图 当然可能也还比较有意思吧 那么我是说 就是实际上这种跨文化的现实 就是非常非常非常多了 那从饮食是一个比较容易找到照片的方面 其实跨文化的东西 到处我们现在到处都可以看到 那么另外呢 从语言运用的现实来看 那么现在 在英语作为国际通用语 为媒介的交际中 很少有本族语者参加 这是某位学者 那么他讲的这个现象 现在在用英语工作的人 用英语作为媒介语的人 其实比美国人英国人要多 在很多情况下用英语来交际 既不是美国人也不是英国人 而且呢可能是就是是其他国家 是中国人和中国人 比如今天是中国人和德国人 那么总之我们都不是以英语为母语的人 也就是说把英语作为通用 与使用的人 是一个跨文化的说话人 那么这些人呢 应该具备各种 与各种不同文化打交道的能力 也就是跨文化交际的能力 就是其实你在讲英语的时候 那么可能就是也会遇到 和英语母语者不同的这种文化背景 那么我们看到汉语实际上 也开始面临这样的问题 是不是 就是把汉语作为第二语言 或媒介语 媒介语言的跨文化交际现象 现在呢已经开始出现 而且呢也在呈现一个逐渐发展的趋势 那现在呢 以汉语为媒介语的会议 谈判 活动等场合越来越多 比如今天呢 我们实际上也是 虽然我们讨论汉语教学问题 实际上也是一个跨文化交际的 这至少有这个 以这个 怎么 就是中国人的背景 德国人的背景 还有英国人的背景 还有呢 更复杂的背景 说我们在中国出生 但是又在德国待的时间非常长的人 那么还有很多 这个德国人 由于学中文 那么他在跟中国人打交召的时候 会发生很多变化 所以就是这种跨文化的现象 这个越来越多 那么在这种跨文化 多元文化的场合 如何让我们的言行更得体 减少由缺乏跨文化交际能力 引起的误解 避免冲突 这个是我们第二语言教学 应当担负起来的责任 你可以让学生自己去学 自己去体验 但是我们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的教师 作为教 教 教 德国人 汉语的教师 我们是不是有责任 告诉学生 你应该怎么跟中国人打交道 吃饭的时候怎么吃 互相介绍的时候怎么介绍 包括说再见的时候怎么说 我在德国待的 我在哥廷根待过两年 就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我不知道我们应该怎么告别 特别是晚上吃饭的时候 或者到我家去吃饭的时候 我觉得学生该走了 可是他们还 镜头还很足 所以有一次我就问他们 我说德国人到底是什么习惯 是客人先说再见呢 还是主人先说再见 像这样的问题 比如说 那么你到中国人家里去做课 那么你要告诉学生 什么时候 你会觉得 中国人觉得你应该离开了 一个什么样的暗示 是吧 所以 好 那么这个 因为在现在政治经济文化全球化 越来越需要 汉语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支持 让我们的学生具有这种能力 是我们的责任 我觉得这是我们的责任 那其实呢 第二原教学呢 就是在进行跨文化交际 汉语课堂 就是多元文化交际的场所 特别是在中国 我们一个班里会有很多学生 那么老师 一个好的老师 包括一个好的学生 那么你就要知道 好的学生要知道 怎么跟老师打交道 怎么跟其他国家的同学打交道 避免这些 避免引起误会 引起误解 引起冲突 比如我有的时候 我的班上 有美国学生 有伊朗学生 有这个朝鲜学生 有韩国学生 有的时候 你说话的时候 做练 包括做练习的时候 那么你都要考虑 怎么搭配 你说些什么话题 举些什么样的例子 能够再避免文化冲突 所以呢 在这种情况下 你老师 你的教学方式 或者学生的学习方式 就不是在一个 简单的文化背景下面进行的 那么你就要 就要用一种多元文化 跨文化的 跨文化交际的方式 来处理这些问题 这个呢 当然 我觉得呢 像我们这种班级 也是一个 把这个 如果你把这种环境 利用起来 那么就是 培养学生 跨文化交际能力 多元文化交际能力的 一个非常好的场所 实际上呢 语言教学发展 这个也是这样 刚才我引了这个 这个高一鸿教授的话 其实对外汉语教学 在北京大学 也有一位教授 叫张英 他说第二语言教学 培养的目标 也是逐渐发展过来的 即从培养语言能力 到培养交际能力 直到现在 大家都公认的目标 跨文化交际能力 我不知道能不能说大家 我不知道是不是 大家都觉得 是一个公认的目标 反正我觉得有一些人 这个不这么认为 特别是我的一些 这个美国同事 他们坚持 语言教学就要 就教语言 你把它 让他把汉语的句子 说漏了就行了 实际上我们 语言教学法的发展 中间呢 是个中间 这一行是个交际法 在交际法之前 我们强调的是 培养语言能力 交际法 当然是培养交际能力 交际法之后 当然这是我起的名字 叫跨文化教学法 多元文化教学法 我认为这两个 跨文化教学 和多元文化教学 还是有区别的 那么不管怎么说 那么汉语 教学法确实经历了 这么三个大的阶段 汉语教学实际上 也是在经历 这么三个阶段 但是我们还 第三个阶段 也许是刚刚开始 我说这个的时候呢 很多老师 包括我在国内讨论这个问题 有一些老师 那汉语和西方语言 就西方人学习汉语 和学习他们亲属语言 这个不一样 简单说就是汉语太难学了 德国人学习法语 很容易学习 跨文化交际的这些东西 学英语的这些东西 但是教汉语太难了 你没有功夫去教导跨文化交际的能力 大家觉得一定是要到了一定的水平 比如像今天早上 这个信教授他讲的 你要到B1之后 才能进行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教学 我想这不是这样 我大概是这么一个逻辑 汉语和汉语教学有自己的特点 但是不管是德语 汉语 英语 阿拉伯语 各种语言的功能都是一样的 都是交流的工具 各种语言作为第二语言 它的功能也是一样的 都是跨文化交流的工具 所以我说各种语言 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的总体目标 也应该是一致的 也应当是培养跨文化交际能力 所以我的逻辑得出这么个结论 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的目标 也应当是培养跨文化交际能力 这个呢是今天我想说的 这个我想说或者我想证明的 这个第一个观点 就是汉语教学 我们的教学目标应该定位在 培养汉语 跨文化交际能力 如果我们要培养 如果我们把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教学目标 定位在培养跨文化交际能力 或者说我们要以培养跨文化交际能力为目标的汉语教学 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做 昨天竹小梅老师他举了一些例子 他怎么做 白人们教授 他也举了他的一些例子 那么他是怎么做的 那么他们讲的比较具体 这个操作性比较强 我说的呢可能就稍微空一点 说的稍微空一点 那么我想如果我们进行这方面的教学设计 至少呢现在我们可以从这个五个方面来考虑 根据现在汉语教学 就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 特别是中国国内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的这些情况 根据我的了解 根据我的体会 大概我们先可以从这五个方面来做 第一个呢就是要确认目标 就是大家要取得共识 张英老师说已经取得共识 但是我认为在中国国内完全没有取得共识 多数的老师可以说这些话 但是脑子里完全没有这个概念 在国外的很多老师也是这样 特别是美国老师 因为我跟美国老师一些 美国一些比较有影响力的老师接触比较多 他们也不认这个账 但是我觉得我们要确认 就是在这点要早一点达成一致 就是国内教对外汉语教学 那么我们在这说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 应该把自己的培养目标定位在跨文化交际能力上 那么这是我想说的第一点 第二点呢是要重构思路 我们呢在讲这个 在怎么说呢 在中国大陆吧 我们有一个比较普遍的共识 就是我们叫对外汉语教学 要的基本思路是结构功能文化相结合 结构功能文化相结合 实际上是实际上是培养语言能力 语言学能力 还有呢交际能力 和跨文化能力 把它结合起来 但是过去的现在的认识 应该跟过去有所不同 那么第三个呢就是 第三个是设置课程 那么如果你要把培养跨文化 交际能力作为目标的话 你必须要改变现在的这种课程设置 那么我后面会讲到 那个至少有三条 至少有三条路吧 可以改变我们的课程设置 第四点呢就是你要制定一个 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教学大纲 我们有今天早上 这个信教授讲的一个 词汇大纲 我们有语法大纲 有词汇大纲 还有汉字教学大纲 语音教学大纲 那么我们如果我们把 跨文化交际能力 作为语言教学的一部分的话 我们应该有一个 跨文化交际能力大纲 那这个一会儿是什么样子 我们一会儿再说 那么第五点呢就是 你确定了教学内容 还必须要有教学方法 所以就是探索教学方法 来确保我们这个教学目标 能够达到 先说第一点 就是确认目标 要确认汉语教学的总体目标 是培养跨文化 或者多元文化交际能力 实际上在欧盟的标准里 把更多的是讲的 多元文化的交际能力 那么既然语言和文化不可分割 教外语就必须教文化 二者是同等重要的 我们需要学习 在这一点上 我们需要学习 国际二语教学 关于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的思想 重新认识语言教学的目标 内容和方法 积极进行汉语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的理论 和实践的探索 这个是我们要做的第一步 就是要认识到 或者是要确认 对外汉语教学的目标 或者汉语教学的目标 是培养汉语跨文化交际能力 第二点呢 我讲的是要重构思路 就是要重新构建 结构 功能 文化相结合的教学思想 那么刚才我说 这种教学思想呢 在中国国内得到比较广泛的承认 在国外一些朋友也同意这种教学思路 我还是很珍视这种教学思路 实际上这种教学思路是从 1950年到现在 那么对外汉语教学 总结出来的比较成功的经验吧 另外呢 这种教学思路我们认为 它也是体现了汉语教学的特点 就是既考虑原学能力 也考虑这个交际能力 那么也考虑跨文化能力 那么在重构思路的这里边呢 可能最重要的是要重新认识文化 及其和语言交际的关系 那么第一点就是结构 也就是语言功能和文化 都是教学的内容 那么我们原来 现在我们还是比较强调 第一是要教结构 要教语言 要教语音词汇语法汉字 听说读写 这个我们把它规则来结构 要教功能 教给它一些情景 用哪些话题怎么个表达方式 但是在文化这方面 我们原来比较强调的是 就是教一些文化知识 但是在文化能力 文化行为这方面 我们做得不够 所以要特别强调 文化也是教学内容 像语音词汇语法汉字一样 那么第二点呢 就是语言和文化 在交集中 其实它是一体的 我们是人为地把它分开的 分隔开的 其实这两个东西 是不能分开的 你说的每一句话 后边都有一个背景 都有一个背景在支持 哪管你最简单的话 它后边都有文化 在后面支撑的 所以我们说交集中的语言 我们说的每一句话 都同时带有文化的内涵 文化的背景 因此在语言教学中 不应该人为 隔离语言和文化 应当把语言和文化 一起来教 学习外语呢 必须同时学习文化 才能真正获得用目的语 进行得体交集的能力 特别是在真实的交集中 学习是语言学习最重要的途径 那么也就是 即使是我们在做结构练习 其实这些结构后面 也都是有文化背景的 也就是说我们 这个是说 你可以说 比如说 这是桌子 这是椅子 那么这个是一种在练习结构 这个呢 是一种看起来 没有文化背景的 这种好像纯语言的句子 那么第一呢 我们说 那么最后呢 其实也是有文化背景 如果分析起来的话 那么另外呢 就是说 我们可以用 用这个在真实交集中 使用的语言 来教式字句 这是 我是中国人 你是德国人 这是德国 那是中国 那么这样 在这里面 它是真实交集使用 真实交集的时候 学生会使用的句子 但是呢 还在说这个时候 我还要强调一点呢 就是同时 我们还必须要坚持 结构 就是语言学能力 是培养跨文化交集能力的 这个基础 基本 这个结构呢 是指语音词汇 语法汉字 还有听说读写 这些技能 以及你使用这些东西的 这个熟练程度 这个结构呢 大概是这么个意思 那么 跨文化交集能力 是由多种能力构成的 但是语言能力是基础 结构 语言结构 是基础的基础 就是语音词汇 语法汉字 这些 这些 特别是语音词汇和语法 你就扎扎实实地学会了这些 才有可能建立起 跨文化交集能力 没有语音词汇 语法 那么 或者是很差的话 那么就很难建立起好的 跨文化交集能力 这个呢 是汉语教学尤其如此 因为对多数语言来说 汉语是一种远距离的语言 什么意思呢 就是一种 难学习的语言 难掌握的语言 不下大的力气 无法掌握汉语的语言能力 也就谈不上 汉语跨文化交集能力 第三点呢 就是如果我们把 跨文化交集能力 定为汉语教学的目标 那么我们就必须 把它安排到课程中去 我现在想大概可以有三个层次的安排 第一个层次是在综合课 或口语课中设立培养 跨文化交集能力的一个教学环节 在口语课或者在综合课里 我们设立这么一个环节 比如说昨天竹小梅老师 她举的那些例子 大概属于这一类的活动 就是在学习课文的时候 里边加进培养跨文化交集能力的 这样的教学环节 第二种是设置培养跨文化交集技能和态度的专门课程 我们有听力课 以它的构成来重新设计 现在我觉得这三个方式 你采取哪一个都好 采取哪一个都好 而且我们可以从最简单的开始 慢慢地把它变成一个 以跨文化交集能力培养 为目标的这么一种课程体系 但是我想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应当建立 培养跨文化交集能力的这种意识 并且付诸行动 并且要做起来 那么第四件要做的事情呢 就是如果你要培养跨文化交集能力 你就必须要着手研制和逐步完善 汉语跨文化交集能力的一个大纲 就是你教跨文化交集能力 你要教什么 要教哪一些东西 这个就像我们教语法 要教哪一些语法点 教词汇要教哪一些词汇 教汉字我们是怎么一个教法 那么教跨文化交集 跨文化交集能力 我们要教哪一些东西 如果我们没有这些点的话 那我们在教学中可能就很难把握 所以有了明确的教学内容 我们的教学目标才能落实 那么有了教学大纲 有了这些跨文化交集点 我们应该教什么 这样就可以指导我们的跨文化交集教学 使教学有据可依 减少教学内容选择的随意性 当然如果制定一个大纲 也要包括一些评价标准 那么第五点呢 就是要探索教学方法 那我现在 因为有时候说是你要教这个 你怎么教 因为实际上就是 一会儿我简单 我会简单过一下 就是现在有很多教学方法 我们来探讨 那么汉语教学到底应该怎么做 那么我是现在的一个想法 我没有做过 我觉得是这样的建议采取任务 加教学思路 汉语教学界 因为我们汉语教学界 比较熟悉任务性教学法 任务性教学法呢 也就我认为 它也是比较容易 把这个语言教学 和这个文化教学结合起来 那么这个Williams 他有一个三个阶段的 这个任务性教学法的 这个教学过程 在前任务和任务循环流程里面 可以多吸收一些各种跨文化交际能力 培养教学的教学探讨成果 这是一个加 第二个加呢 就是在语言聚焦环节中 要特别加强结构修炼 这个呢就是和德国人学习法语 学习西班牙语不一样 可能呢 语言聚焦环节可能就比较简单 但是汉语教学的语言教学环节 必须要花很大的力气 才能建立起汉语语言结构的基础 所以我的这个加呢 大概就是在任务教学法方面 一方面是学习 吸收一些跨文化交际能力 培养的它的一些思路 一些方法 第二个呢 在任务性教学法中 我们还是要特别强调 汉语结构 汉语结构的学习 汉语结构的操练 下面呢我就简单说一下 关于这个怎么设计教学大纲 和怎么进行这个教学方法探讨 那么在这个设计教学大纲 其实这是一个 我相信大家都觉得是一个很难 或者觉得甚至不可能的问题 但是呢我是想把这种不可能变成可能 因为现在其实已经有很多人 探讨了这个问题 比如说这个 昨天Baram讲的 还有这个 这个他叫什么 库马拉法迪威罗 国内把它叫做库马 那么他也有一些这方面的探讨 另外像我们欧洲语言工程框架 也有这方面的论述 还有21世纪外语学籍标准 还有其他一些学者 都有这些这方面的研究 另外呢就具体内容来说 现在有很多这个外语学习标 外语教学标准 比如说21世纪外语学习标准 里面就讲到 有很多他们认为这个是重要的 学生应该你学习汉语 应该学会的一些交际的点 另外中国的英语课程标准 讲得非常详细的一些 还有张寨一教授 他们曾经做过一些研究 另外呢 昨天祖老师讲到 美国的吴伟克教授 他的这个体验文化教学法 他有一套教材里面 他选的这些点 也是这个可以供我们参考的 另外其他很多研究大纲 那么这个都提供了这些东西啊 比如说这是Baron昨天 实际上这个是一个纲要 对吧 然后呢 这个欧洲语言功能框架 他里面也讲到 这个语言学习者的能力 综合能力 跨文化移植 跨文化能力 还有语言交际能力里面 他也列出了一些条目啊 美国21世纪这个外语学习标准 对这里面也有一些 也有很多很具体的论述 还有呢 这位呢是中国的一位教授 他是对一大批在外企工作的 这个中国人 就是在跟外国人打交道的时候 那么需要哪一些 这个跨文化交际的技能 那么他把这个呢 他设计了130多种 最后他挑出76种 这76种呢 他分成又分成六类 语言能力 社会语言能力 文化能力 策略能力 非语言交际能力 其实这个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还有国际规范知识 分成这么六大类 这些呢 这些呢是他具体 他描述的 就是哪一些 这些 这个 这些外企工作的人员 觉得在跟外国人打交道的时候 要特别注意的地方 比如说恰当的 用外语 向他人寄情问候 道歉 恭维 致谢等等 这是文化能力 策略能力 这些 没有时间 我就简单介绍一下 另外在21世纪 外语学习标准里 他讲的非常 也讲的非常具体 比如说 在家庭和社会场景 使用恰当的手势 及口头 表达 打招呼 告别 这是四年级的学生 他要求 八年级 使用适当的言语行为 和非言语交际 在同龄人或成人中 开展日常活动 练习礼仪 都是交际行为 那么前边 这些呢 是我说 我们在制定大纲的时候 已经有很多 可以参考的东西 那么在这个基础上 我们可以一步一步的 就是先有一个初步的大纲 然后一步一步的建立起来 然后在这个培养途径上 其实比如说像北京 外国语大学的胡仁仲教授 在这方面他也做了很多研究 他提出一个三个层面的教学途径 还有库马 他的现实主义文化教学五原则 这个叫梵蒂尼 有一个过程方法框架 还有这吴伟克的体验文化教学法 还有这个顾晓乐 他提出一个跨文化交际能力互动模型 这些呢我就不详细说了 就是再过一下 然后呢有一个 就是这个呢 就是顾晓乐教授 他提出一个跨文化交际能力互动模型 我觉得他把这些方法综合的比较好 那么他这个中心是态度知识技能 那么这个还是说文化教学的内容 然后中间那一环呢 他讲的是文化教学的这个 一个文化点教学的一个过程 它是从态度培养开始 然后呢再到知识构建 再到模拟交际 再到反思阶段 再到调试阶段 然后再回到态度培养 就是这样一个循环 让你掌握 这个一种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方式 一个跨文化交际能力的点 外边这一圈呢 它是一些培养跨文化交际能力 常用的一些课堂教学的方法 这个他也是归纳了很多 这个 这方面的研究或实验 那么他比如说 常用的有这课堂讨论 案例分析 多模输入 角色扮演 正反写作 反思日志 真实交际 模拟任务等等 那么就是外边这一圈 是具体的一些教学方法 我比较欣赏他的这部教学思路的设计 好 那么最后呢 我说一个结语 就是说 对外汉语教学应当把 培养跨文化交际能力 作为培养目标 要达到这个共识 其实我相信还有一段路程要走 那么当前呢 我觉得需要做的是 一个是明确目标 包括重构思路 设置课程 制定大纲 还有探索方法 那么重点在制定大纲 来确定教学内容 如果你把它当作一个教学内容 你必须要告诉我 我教什么 现在呢 我觉得我们现在大概找不到 还找不到非常准确的这种答案 我们看到 比如昨天 Bairam教授 那么他举了 他举了这个例子 另外我看到那个 就是那个库玛 那么他也讲一些 这个 跨文化交际教学的 一些例子 但是呢 我觉得都 可能都随意性比较强 随机性比较强 但是作为老师 比如我编教材 我要教哪一些点 那么你没有这个东西的话 那就是你的 这个培养目标 就很难实现 那么还有呢 你光有了教学内容 你没有好的教学方法 没有适当的教学方法 也达不到这个目的 所以呢 我想这两点呢 可能是最重要的 最后呢 我非常想强调一点 就是文化 在Bairam教授 在他们看来 或者在倡导 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的 这些学者看来 文化是一个动词 我们一直把文化当成知识 就要了解 我们的描述常在了解什么 了解了解什么 但是他们认为 文化是一种行为 就是你怎么做 怎么做这些事情 也就是说 在语言教学中 文化不是知识 而是行为 技能和能力 这个是理解 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的关键 这个呢 是我这里引用的一些参考文献 其实这个主要还是我的学习体会 我说的这些呢 我很有信心 但是不一定对 所以呢 如果有不当之处 尽请批评指账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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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感谢 您像说的这样一个 想做法会 能把这个 中国目前一二年 到学方面 画文化的一个 演出做一个 比较有限的一个生意 那么暂远 还有五分钟的时间 可以提问 我让你就是三个问题 好吧 因为我们长哥开始 我后面还有三个男话 那我们就是 想进入一个 第二个 大概还有一个三个 好 这个 我的耳朵不太好 你说的稍微慢一点 好吗 好 谢谢 今天有机会 提取的报告 我非常高兴 谢谢 因为我已经 以前做过学语的留学生 我已经开过会了 是 谢谢 你说的 你给我们介绍的很多内容 最近也有很重要 有很多我们的实际工作的内容 但是 我这个屏面还是很高 比较特朗 但是有点中向 我想 从我的观点就是我的经验 因为我说明一些 我觉得也是包括了经纬 就是 创造化 交集经纬 和技能 就是那个 对元点 一个是 到底 所以 靠化 技能 可能 在大陆 会经常 开始给理解成 你 都知道 你应该都知道 中国人 什么的 中国怎么做 有什么技术 有什么 不怕 A型 B型 但是你身体 在我们日常生活中 我们需要的 除了身体外 我们这些不是需要的 但是除了身体外 我刚才教什么 我认为 至少有两点 一个是 参缺意义的东西 通过一个 中太理解的情况 感觉参缺这个意义 你的参缺意义 比如说参量 这个词属于例子 你这个作法 或者经纬属于例子 这样我们才能 持续交流 第二个是 感情上的自我控制能力 这个很重要 是怎么能采用出来的 我也不太清楚 但是这个 自我控制能力 意思是说 比如说 虽然刚才发生的 语解 或者尴尬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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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交流 有同工的沟通 那你还是 应该 在随便这个 生存下去的能力 继续工作 你可以继续继续 继续 提倡中国 等等 嗯 你是从大陆的 老师的 在这边 没进来 突破这个 虽然我 也不知道 有交流的机会 我的建议是 我是 人从北德国 长大在德国 虽然西国 都过游泉 德国人 在德国 教学 我建议 参与教师 包括 包括 大陆的 当时也包括 我们的 预言学庭 听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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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目的就是我想就是为了让交际者能够得体的沟通 减少文化冲突 减少误解或者避免误解 这个是我们的目的 就是让学生能够进行有效的得体的沟通 他能理解你 同时你说的话又不会引起文化冲突 或让他不高兴 觉得不得体 那么刚才你讲到 就是并不是说让外国人来模仿中国人 来模仿中国人的这些行为 有一些可能确实是要模仿 比如说吴伟克他们做的体演文化教学 他们会让学生来表演 一个学生见到老师之后 他怎么打招呼 或者在电梯上碰见老师 那么他应该说什么 他会就会有一些这种具体的得体的这种交际方式 包括非语言交际 所以总体的目标就是让学生一方面是了解 了解这个中国人怎么做 知道中国人怎么做 还有一个就让学生 你要去实际去做 实际去表演 或者在课堂上表演 这样他才能真正掌握这个 而不只是知道怎么样 那么过去我们比较强调知道怎么样 现在我们是需要学生 你要知道怎么去做 你要去这样做 我想要是不知道是不是准确地回答你的问题 谢谢 各位教授您好 谢谢您今天听采采的演讲 我们来自维亚大学系里面的汉语大师 我们发现从天天的报告里面 发现了各种设计跟造型 那没有办法就是能大力的推广 因为在有这个课计里面 语言本体还是最主要的 那也因此 这个语言测试 我们的汉语测试其实还是以语言本体的课计 所以我认为就是就算在过的各位师弟 其实对跨文化还是非常的浓谱 误以为我们要知道自己的中国文化的口大精神 或者是德语 比如说德语 他的文化 我们才有办法叫跨文化 以这两个问题 第一 测试您有没有什么奠记 您有没有什么奠记 或者是有什么参考 在评读方面 因为今天要选拔这个资讯 第二个是怎么去鼓励 你再对老师去理解 第二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对不起 就是培养自身 老师一样的高敏锐用的方法能力 我们是误以为我们要有很多的文化知识 好 谢谢 第一个问题是现在汉语水平考试 正在考虑制定文化大纲 当然我认为这个文化大纲 可能跟我的要求还有一定的距离 就是说你怎么把文化变成一种行为 那么你怎么来检验它 当然也可以通过一个方式来检验 关键是这个将来会增加到汉语水平考试中 我想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步骤 第二个就是我说 刚才你提这个问题 对老师来说 你的这个跨文化教学的意识是什么 不是来增加你自己的民族自豪感 你来夸你自己的文化是怎么样 既然它是跨文化交际能力 它强调的是在交际过程中 你应该怎么做 怎么做才对 怎么做才能避免引起冲突 怎么做才更有效 所以呢我想 所以我觉得现在可能 如果我们真要做这件事情 大概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要做这个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大纲 把这个做出来 这个如果我们能够统一认识 能够统一认识的话 培养广化交际能力 才能开始落实下来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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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